各位同仁請接受 本期宣布開會 上次會紀錄 請自己參與如意見及我認可 今日無論請假 今日預選 三讀一案第二讀會審四預算案 三讀一案第三讀二審預示預算 陳明義請 議長我做個那個 會議詢問一下 我們現在審查那個 預算三讀 三讀一案第二讀會 還有幫他審視 四預算對不對 那等一下是不是 到各審查會的時候 招其人要上去主持嗎對不對 需要嗎 需不需要 需要 民事長 如果在審查各 那個預算的時候 到各審查會的時候 需不需要招其人上去 需要嗎 那我又一詢問一下 我們現在三省的招其人還沒產生 怎麼開會 也可以啦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現在就是不了解 我先業務巡答一下 詢問一下 三省不是都說好嗎 啊 當時的事情 三省 沒有我們剛才開會就沒有交集啊 不是啦 這三省要 因為已經決定了嘛 誰決定 我決定啊 誰報給你的 黨各黨團報給我的啊 我們都不知道啊 黨團怎麼可以決定我們委員會呢 醫長你可以去勾選名單 黨團沒有申請我們就可以直接給你名單 沒有道理啊 沒有啦 所以我們現在三省就是早上為了這個事情沒有辦法 剛才沒有辦法開會啊 你別再說 沒有啦 議長給他勾選好就好了啊 給他勾選一下 沒有啦 現在嘛 因為現在我們要開 現在我們要開這次會議啦 沒有啦 你是參考各黨的比例啦 議員比例 沒有啦 因為我們參加 參考我們各黨的比例 你們各黨的比例 那個沒問題啦 議長 各黨比例我也沒有意見 我跟你講這行之有年了嘛 對 十二年前在這邊 同樣的議題我吵過 我做菜交話的時候 我提出來要扛罵到頭 這是議長的款 我尊重 我沒有意見 但是 每一個議員都是一個權利啊 你要徵詢我啊 對不對 我可以說我不要嘛 那你要互推 你要抽籤 你要互選 我都支持嘛 可是不能蒙著頭就說 召集人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自己黨團 我們黨團 沒有沒有 黨團跟我們的這個委員會組織沒有關係啦 黨團是比例而已啦 因為 我們每一年都是這樣參選的啊 我知道嘛 那現在我就說我們三省還沒產生啊 其他的我都沒意見啊 其他已經產生了 我剛才這次投稿 投到三省嘛 三省朝期來還沒產生 那等一下誰去做那個位子 三省 三省 三省剛才進行 人家就說好了啊 怎麼會有 沒有啊 改正總好 剛才開了我就沒知道開了 沒有 你決定了 你就要 沒有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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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規則還不清楚 所以說今年 就沒有徵刑為召集人 那就有的部分 有來的部分我就詢問 詢問完以後全部送給議長去勾選 啊因為那個 那個 陳議員 他沒來我就沒詢問到 他來了詢問我馬上詢問 他說要當程序委員 我馬上跟秘司長說他當程序委員 就馬上去去 啊 這個 有程序委員 有他來當 所以說 我是都有詢問的 啊因為 換家跟 原資跟 那個 那個 王委員 因為他們是 剛剛當選的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了 啊換家因為比較沒空 所以說 就有氣的就是 那個 議長 這個 郭賢的 那連委員 連議員是 親身打電話給議長完 再打給我的 所以說 這個 都是這樣來的 這樣產生的 並不是說 這個 有的是商量的啦 有的是 當然就是 這個 都是跟議長暴斃的 這四年 我們議會 開會很和諧 民進黨人說 給黨團 蘇記長講話 他都這麼尊重 我們黨團 蘇記長跟他講的 是事實如實嗎 我兩天前 就跟議長表示啊 我有意見啊 我昨天跟你說的時候 你說 不要這樣啦 我說我有意見啊 我還跟秘書長說 這個名單 我有意見啊 你們弄清楚 再來開會啊 怎麼現在你又說你有問我了咧 我昨天才遇到你才問你說 那你前天 議長已經問我了啊 我跟議長表示意見 你如果要做蘇記長的角色的話 你就要問我啊 把蘇記長 你把國民黨蘇記長的角色 放在議會就不對了啊 議會是沒有蘇記長這個角色啊 昆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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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講完話一下 讓我講完話 我現在強調的就是 不管 我現在強調的是 你們要替他講話我沒有意見啊 容許我講完啊 不管民進黨的叫做幹事長也好 國民黨叫蘇記長也好 跟新北市議會沒有關係 那個叫黨務組織 可是這個委員會 就是新北市議會的委員會 我們要審查委員會的業務 所以幹事長也好 蘇記長也好 那叫黨務系統 那你們如果要尊重 這邊的蘇記長我也尊重 你們要尊重你們幹什麼 我也尊重 可是我必須提出來講的是 六都只有新北市這樣幹 我也不吭聲了 可是現在把我們當作什麼 連真問一下都不用問 你跟我電話電話跟你講 我有意見 你先叫來講講的看怎麼樣 所以今天民進黨團我沒有意見啊 他們推誰我怎麼會有意見呢 因為他們和諧 他推就推了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三省沒有產生召集人 請問等一下怎麼開會 因為昨天你昨天沒有來嘛 我跟你說 我昨天怎麼沒有來 我昨天怎麼沒有來 我昨天怎麼會沒有來 議長 我昨天還跟市長發言耶 我昨天還在這邊跟 我們偉大的書記長跟他報告說 這個我有意見 市長啦 你們長點半 點半開了 你長點半你就沒有來 我現在 我現在也夠好了 你為什麼要怎麼 議長 我到議會 其他的同仁六點鐘來排隊 人家的發言時間我要幹嘛 我不能去圖書館看書嗎 我不能去底下運動嗎 我該發言的時間我坐在我位子上面發言 這個是黨務的東西 我到後面去跟他講 可是今天召集人就不是黨務囉 召集人不是黨團可以決定的喔 召集人是報請你勾選 報請人也不是我們黨團喔 是我們議事人員要報給你耶 所以議長跟你聯絡了啊 對啊 那議長跟我聯絡是前天的事情 五審有意見人家也是去協調的啊 也不是黨這邊協調的啊 五審有意見我沒有意見嘛 那你不是現在有意見嗎 我現在在三審 你連我哪一審你都搞不清楚 我現在在三審我不是在五審 五審我十年沒有說過我要做召集人 我都歡迎拍拍手大家去做 沒有啦 我跟你講啦 你掌點我自己不來 我現在就講我 沒有什麼我不來 他沒有問我 我是每次來都要跟他報到是不是 沒有啦 說我到了 我都不想要你不可以拍照去 議長 是我拍照去到 你本來要來你無論怎麼說 你今天也有人幫你代抽 代抽到對不對 你本來也沒來抽 議長今天拜三 拜你跟我說我就 拜你跟我說我有意見 我拜你 你跟黨團說笑好啊 對不起啦 我點名抱歉 我會言言之言說我不知道啊 我問網位人說我不知道啊 我問真壞家真壞家說我不知道啊 我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啊 那今天是陳明義的權利是怎麼樣 如果別人沒意見我 這是他的權利 我要強調的是 對事不對人的原則請一下 不可以這樣子幹 黨團可以決定這件事情 一定 我現在就講三省的問題沒有解決 你等一下怎麼開 你要跳過三省一省二省我都沒有意見 你就去開了吧 那三省怎麼辦 沒有啦 你一個要計證我哪有辦法 對不對 是不是 那現在三省沒有超級的要怎麼辦 還是你要叫陳柯明 我就已經交算了 怎麼沒有 名單送給你誰送給你的 啊為什麼沒有勾陳明義 名單裡面沒有嘛 啊如果有我的名字你不夠啊 我也說 爛爛爹啦 因為你議長對我有成縁不勾我 名字就是沒有我的名字 怎麼沒有你的名字 名單三省的名單都來啊 沒有你的名字 我表示意見啊 我表示意見啊 為什麼是這樣子 所以議長我要必須強調喔 我今天不是要翻說 我們自己訂的東西合不合理 我尊重議長 包括之前陳柯明議長跟你 可是不可以把我們每一個議員的權利都拿掉了 怎麼我要表示意見 告訴你說這樣我有意見 還要硬幹 你們說要跟書記長講 我也跟書記長講 還要硬幹 那今天開會就直接開了 我說 召集人沒有出來沒辦法開會 那要算大家來算啊 我今天三省的你們在那裡 敢不說好 沒有 剛才就沒辦法開會啊 給他們做做談會啊 我剛才就講 剛才的會議 你要喔 最關票的我也沒話說 我比較煩慢 還是最主親的我也沒話說 你找一個會議的主持人 主持人來選趙偉 趙偉選完了 你去推各個紀律審查 我都沒問題 我加好了 你不要再亂了 沒有一定我沒有亂 是我強亂不是我沒有亂 這麼多年下來 我有沒有談過這些事情 你如果給我問一聲 我告訴你好 我沒意見就好啊 為什麼就是獨缺神秘沒有 我也有問你 你台姓也給我答應好 答應好 你賣還要打來還要翻 是不是這樣 我沒答應啊 不是啊 你電話中有給我答應 一定我電話中跟你說我有意見 沒有啦 因為其他人都不知道 沒有啦 你給我答應好 阿伯啊 你還要去問那些人 卡啦 你還要翻對 是不是這樣 我是說喔 李孫啊 初初沒有給我答應 我不會怎麼說 你給我答應啊 答應我怎麼說 你要還要翻對說 你去問這些人 對 李孫頭一通電話 你有給我答應嗎 一定 但是你 這好像變我們私人恩怨 不是這樣子 不是啦 你打給我是說 黨團大家都沒有意見 公推誰 那我怎麼會有意見 事實上沒有這回事啊 我也沒被徵詢 其他的也沒有被 也沒有被徵詢啊 哪裡來的公推 我都是亂的 沒有啦 我現在是說 我們市議長 他去問黨團 啊市議長再補給我 市議長沒有問啊 補給我 我再補給你 我再跟你講 叫我給你卡電話 如果你叫你來講 市議長要不要跟我們問到 一定跟你講啊 這不是我們兩個的事情啊 議長 這不是我們兩個的事情 也不是黨團的事情 這個是新北市議會 我們這個第三屆 第一次會議 我們現在三省的召集人 沒有產生 請問怎麼辦 是不是法治室主任說明一下也可以啊 我們不管 因為我們要遵照議事規則 反正只要議長勾選誰就是誰嘛 那你要透過哪一個人去協調 那是各黨團的事情 好不好 我們要正式開會 利用開會的時間 你勾的算不算 你勾的算就是算你勾的啊 根本就不用協調 為什麼要協調 這個本來就是議長的職權啊 對不對 那你勾好了就好了 其他人有什麼意見 你去找各黨團去講啊 是不是 那勾出來就是召集人 不是這樣子嗎 以前我們情之友年就是這樣子啊 議長你全部的 每一個審查會都勾完了嗎 對啊 勾完了就好了啊 那個就是召集人的啊 還有什麼意見 那就本來就是議長的職權啊 有什麼黨團 那個是細節 那是你議長只是委託他們去做這樣 最後勾選的責任還是在你啊 你只要你勾選 就是法定程序已經完成啊 不是這樣子嗎 那不然大家我們66個人都有意見啊 因為召集人只有三個啊 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說66個議長說完都不能有意見 當然沒有 我哪裡有意見過 我從 怎麼會有意見 這本來就是議長的職權啊 議會裡面寫得很近啊 這個是議長的職權 對啊 你換換看不是議長的職權嗎 對 本來就是這樣子 那議長是為了各黨團和諧 你們自己去協調看看 最後才是議長的啊 本來就是議長的職權啊 好不好 行之有的就是這樣子嘛 不然你重新把它訂完嘛 好不好 向大會報告 向大會報告 依照我們新北市議會各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 第三項 規定各審查委員會之召集人 為三人 由各黨團 依其議員數所佔全體議員比例 報請議長決定之 因為內規都是經過我們大會決議 所以大會決議授權給議長去決定 議長 請問一下我們赤字條例跟中央法規衝突依照誰的 我們可不可以大會決定 新北市議員不要繳稅 如果我們通過的話可不可以 如果我們的世事條例跟中央法規 抵觸的時候怎麼辦 如果你要這樣我就把這條翻掉 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就把它翻掉 請問一下 裡面寫的親近訊書 是按政黨比例不是叫你政團來提名耶 政黨比例是我們人多 你多給我一起 大家歡迎感到好 這麼多年有沒有意見 請問是用黨團提報嗎 是你議事人員要提給議長 我昨天也跟議事組講 議事組有跟我說 我說召集人沒有選出來不要開會 我也跟議事組講 請問一下議事組為什麼不處理 你要這樣我就把它翻掉嘛 請問他跟中央法規抵制的時候 跟我們的議事規範抵制的時候 跟主事法抵制的時候 請問要聽我們的還是要聽中央的 哪一條 你可以接受 不代表我要跟你一樣去接受 我也沒有接受啊 你沒有接受 你沒有接受你要表示什麼 那議事規則本子就寫著這樣子 然後你說有沒有違反中央的法律 那你違反中央的法律 修新北市議會的規則嘛 你去把它修看大家議會的嘛 合議制的嘛 本來就這樣子啊 你要翻你要翻是你的責任啊 是你的權利啊 不是這樣子嗎 上到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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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到立法院 下到立法院 下到立法院 請問請問 來 陳怡君 你議長嗎 還有議長 我建議終止討論啦 我們回到我們今天要來 損應預算的事情喔 那關於你剛才說的 三審召集人 如果你有意見喔 那是不是我要拜託議長 待會四點時候 我們再繼續來協商跟協調 如果遇到三審 大家你覺得還不應該就是 讓這個召集人上去的話 我們就沿先上一任的 好不好 或是說三審的跳過 這是以上宜君的建議 好啦 不是這樣 好啦 這個 這個是對排 要是四點 四點叫他們三點去區區 就好了 我還要叫什麼 不行 你就反正你接國定 你的款 哪有抵數 抵數 抵數哪裡抵數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沒有抵數哪有抵數 要抵數什麼 是要抵數什麼 你不跟我說 你高齡就知道 你高齡去處理啦 來啦開尾啦 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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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 一審召集人 來請何時鋒 來請何時鋒 請翻開 108年度 新北市總預算案 即附屬單位 預算及重計表 第十頁 六款 財產收入 02901項至 02928項 各區公所 合計 9352萬6千元 請審議 好 審查意見 各區公所 道路側溝 及雨水下水道 占卦 卵線收入 統一增加 725萬3820元 附帶決議 為使空中 卵線地下化美化 市容 請市府針對 新北市占卦 卵線管理要點修正 收費標準 現有占卦 卵線長度 增加為 增加達 百分之十五者 維持每公尺 收費一元 增加長度 低於百分之十五者 每公尺收費條 增為1.15元 除統一增加外 餘照案通過 林口區公所 深坑區公所 石定區公所 平林區公所 三支區公所 石門區公所 巴黎區公所 平溪區公所 雙溪區公所 共僚區公所 金山區公所 萬里區公所 何議員博文保留發言權 來 來 那個局長 那個 你上來說明 請我說明一下 好 來 謝謝 有關這個附帶 決議的部分 是為了使空中 染線的這個地下化 能夠美化 勢容 那請市府這邊 針對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修正的部分 那我這邊是主政機關 我是民政局 那這部分是在公所 每個公所都有做這個編列 這也是一次性的一個標準 那今年在一省的時候 特別提到這個部分 是為了讓我們這個 美化勢容的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增加 那民政局這邊 跟所屬都 如果大會通過的話 我們就照辦 來 張宏仁 請 我對這個 也算沒有意見 但是文字可能要修正一下 因為上面我們有討論 大概有一定的共識 在那個審查意見裡面 他的文字就是會記錄 有不周圓的地方 你看那個 他這裡寫說 各區公所道路 側溝 以水下水道占卦收入 統一增加 直接寫金了 是 七百多萬 七百二十 七百二十五萬 七百二十五萬 三千八百二十 其實這個文字 我們上一回 會期的時候 有討論 應該是要修正為 統一增加15% 共增加這個金額 不是 如果按照 這樣寫 有可能會被誤解 成說 每一個工手都要增加這麼多 其實總額 總額加起來 才是七百多萬 事實上 應該寫說 因為下面都有寫15% 就是 統一增加15% 那個時候 真正去討論 在一讀會的時候 真正意識 是這個樣子 要予以修正 聽到沒有 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在統一增加 我們從文字來修正好不好 合計 合計 不是 我建議是這樣 基地建議 統一增加15% 就是每一區都是增加15% 然後 共增加 總共的金額 是七百二十五萬三千八百二十元 這樣才完整啦 而且也是 符合當次審查的一個意見 好不好 謝謝 陳明義來請 來陳明義請 謝謝議長 局長請問一下 是 這個 增加長度 達15% 這15%的依據是什麼 沒有 他有就是增加15% 增加的長度 增強15% 應該是我們所有的 染線業者 他每年的 附化的這個量 是不一定的 那以現在來講 我們如果增加他15%的話 對於他們染線下地的這個部分 就會相對延長 那在空中 直接在過空中的這個部分呢 他就會減少 那藉由這個方式來 讓我們的市容更加美化 好 有的就不用達到15%以上 有的就不用達到15%以上 這一點是我們上次就有疑問的 可是到目前還是沒有人告訴我們 為什麼有的人可以達到15% 有的人不行 為什麼 你也不知道 當然你也說 有 我被允許第一發問 我問說15%的依據是什麼 還沒答覆 現在就開始說15%是加總還是怎麼樣 你總會一個一個來吧 我說為什麼 是這個標準 先讓我清楚一下 好不好我後面明顯 15%是我們當初做了一個概括 希望說透過這樣逐步漸進的一個方式 來讓市容更加美化 那當初 這一個部分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約略的一個目標 你認為一年達到15% 你有沒有把握 這一個部分 我想如果說15%的話 當初是認為說可以達到啦 那確實是也有這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的計算的這個基準的這個部分 那當初可能是認為說 如果有達到15%的話 他的效用應該是會比較 比較有明顯 可以做一個改善勢容的一個感覺 那局長 是 很冒昧的請教你 這是你主管業務嘛 你也是局長上來 所以你應該很鹹熟對不對 可以冒昧請教你一下 這個部分應該是在公所 每個公所都是由公務客 在負責的業務 所以我冒昧請教一下 是 局長 你有沒有信心做完這四年 有 有是吧 是 那你打算要做幾% 那一次的附帶決議是15% 我們是不是就 今年第一年 我們 以這樣子的一個目標來 先來執行看看 你認為這樣子的目標 我會滿意嗎 你認為這樣的收費 我會滿意嗎 是 包議員 在地方上 因為他每一個區 狀況不一樣 有在都會區 那有的是在一個偏鄉 那每一個區 他可能 像我們在都會區的時候 會對於這個美化 這個我們都市的市榮景觀 會有比較高的一個要求 那也比較有一個急迫性 那事實上 在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是會希望 從那個 比較城區的一個部分 比較市區的部分 會請他們 來你達成 所以你的目標是希望 他今年度 用15%的這個速度 把這些 很醜妨礙 適容的電線 下到側工裡面去 對不對 你的目標是這樣子嗎 應該是說 當初附帶決議 大家認為說 以15%為這個目標 那請問一下 我是 某某有線電視 我本來沒有經營到 假區 我本來在乙區 我家到假區 我新掛的線 沒有下水溝 我直接掛空中 算在15%之內 還是要處罰他 我舊的陸續再下去 我新的繼續掛 請問怎麼處理 是這個 染線的這個地下化 其實他的工程還蠻複雜 雖然我不是工程出身 那是在實務上 所有的業者 其實他們也很希望說 這個染線能夠 有附掛 但是事實上 也是因為在每一個地區 他需要一些工程介面的一個配合 所以 這個部分 雖然說他如果說 一個新設的 他可能還是會 必須再掛在空中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應該 是要來鼓勵他們 或甚至在工所的部分 如果有改善一些基礎工程的時候 讓他們能夠電燃下去 所以局長我們這個是 一塊錢為標準 如果你有辦法去突破 我就收你一塊錢 15%對不對 沒有辦法我收1.15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嗎 局長 你到底清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你現在的這個寫法 是不是說 如果你的這個 戰掛藍線 一下去了 超過15%這樣的比例 我就收你一塊錢 對不對 如果說你低於15% 我要收你1.15對不對 對啊 有點處罰的性質 就鼓勵你廣快 對不對 超過15% 局長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 呃 我還要再深入了解一下 想一下 想一下 好 那我再請教你 如果我在這個15%完成 快速下去1塊錢對不對 是 請問我掛了5% 我不下去了 不下邊沟 請問你要收多少錢 收多少錢 這個我就把預算就告訴你了 你這個 預算的問題 請問 我現在新生的5% 我沒有下地 新生的喔 現在開始掛喔 請問你收多少錢 那報告議員 應該是說我是因為 各公所啦 這個 這個預算是編在各公所 希望公所在 實際上是操作在公所啦 那畢竟這一個 染線 它的要點 這個部分 應該不是我這邊主管 機關 所以我只能 大概只能就我們 在公所端 操作 實際操作的時候 來做一個回答 公所端去執行 預算在你這邊 你怎麼說要當區公所 你已經當局長 你不能當區長啊 是 你怎麼會去到區公所去 現在這個預算 為什麼你後面做召集人在笑 這你的錢呢 是 局長 是 我可以跟你講到12點 反正我真的 既然說要叫我用工 我要真的好好每一條都用工一下 所以我剛剛就請問你 你希望下去15% 你給他一塊錢我覺得合理嘛 沒有下去15% 懲罰1.15 那請問我現在新生 我新掛的這個住戶喔 我不要講公司名稱 某某有線電視公司啊 有線電視 我新生5%的收視戶 這5%我都沒有下邊沟 請問你收我多少錢 這應該還是要去看這個收費標準的這個部分 你根本收不到錢啦 你的收費標準 你根本收不到啊 你聽不懂啊 他沒有下地 他沒有下地 對啊 是啊 那請問誰知道他有沒有下去 局長你比較倒霉 剛好火氣上你是第一個站上來的 你比較倒霉 其實我對你沒意見 我對這個東西齁 也沒那麼認真 但是我現在開始要很認真 你比較倒霉 對不對 請問那5%是誰去收 一塊錢都收不到 一塊錢都收不到 是不是 那你要懲罰他 我就不要申報 你一塊錢都收不到 還1.15咧 0.15你都收不到 那請問你要 局長你是區長出來 你要害死這些區長 這些區長到時候被罵死了 怎麼辦 換人講話 不要換局長 他是第一次上台 不要換局長 換議員發言 不要換局長 他剛剛沒有回答我 這些錢 不是啦 他還沒有辦法 你一個一個來 你等那麼久了 對不對 你... 他還沒辦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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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這齁是你要回答 或是那個... 還是那個... 趙吉人他比較久 你先來給你問 不好意思 我要問說這個數字 怎麼走出來 因為齁 你29個區啊 每一區都不一樣 有的有能力達到15% 有的沒能力達到 那個標準是不同 可是你這裡的錢 是什麼算出來 我們想要知道是這一塊 要不然剛剛中華人的意思 我們都聽得懂 可是呢 跟這一個 附帶決議 又有衝突 所以我們希望 召集人 可不可以麻煩一下 告訴我們 你們這725萬三千多塊 是怎麼倒出來的 沒有沒有 可以嗎 明細那個... 那個... 那個時候會議員 這個明細 明細有沒有給大家 明細現在秀出來 所有我們這700多萬 所合計的 就從這邊那個明細 所統計出來的 這邊...上面那些... 哪裡 上面... 哪一個... 哪一個... 美一区美一区的真的教出來 這是你們叫人家教的 這個不是現收的 是你們叫人家家的 拜託 有我頭給你 很久就很久了 還有 這個是你們家的 統一增加 召集人 是你們一心的統一增加 對啊 對啊 怎麼增加的 現在就是跟大家說明 從這個名氣這邊 這個名氣是他們還沒有增加之前的名氣 啊你增加了這些到底是算0.15 是算1.15還是算1塊錢 欸你不可以這樣 心不想讓我放不去過一年就要再見 這是我們在 好 他那個 因為他這個長度 如果他現在是 裝了3公里的 那就 請他有在上面的就增加15%的還是維持在1塊1 1塊 如果說他都沒有增加的 增加不到15%的 原有的3公里的就要說漲價為1.15就這樣子 所以700多萬是漲價出來的1.15 如果他增加到了15%的 那就維持他的1 1塊錢 當初那個小組的時候討論的作者結議是這樣子 因為要把他們掛在上面的盡量 他們去找到15%把他掛在水溝裡面向公所申請 所以不要有這個天空的染線 是這樣子的一個 好像辦逼迫性的啦 如果你沒下來就這樣子 報告完畢 來來 議題建議延後請提供 因為我們上一次開會 上一屆最後的臨時會我們已經有建議 告訴我們說這錢怎麼走出來 拜託我們延後 拜託你們趕快去玩出來 到底到底要加 因為有的需要更加多一點的 本席要再加碼 一二一 要加碼 你們現在是要延後還是要 你們說一下 那個 我其實 等多久了啦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發言 但是 也要讓我把他講完 那個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 我們的局長 我們那個 染線的地下 你們的長度 有誰去跟他 跟廠商實際上去點過數量 長度的話是在 公所這邊都應該是會知道 那個長度 那他 他已經地下化了 他不告訴你 你知道嗎 我這基本上來講 要增加費用 也好減少費用以後 有一個基本的 一劑嘛 那你今天 光染線有沒有地下化 其實他 他可能剛剛好有 有一個民眾反應說 這個高掛在上面不好 他就往地下穿過去了 穿完以後他 他有跟你申請 你有沒有跟你申請你知道嗎 其實你根本不清楚嘛 第一個 你在 清點數量的根據 其實本身就很困難了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再想說 你 因為你沒有那個醫技 然後再來 他們說要請那個新北市站 掛 染線管理要點裡面 把他規定 把這條規定放進去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假如說 他把這個 把這個我們的 戶帶結議放到 放到你們的 要點裡面去 多久可以放進去 這個我回去再 是不是從我後續在做研究之後 再跟議員報告 沒有 我想提一個問題 是 因為戶帶結議 其實你們假如沒有遵行 議會也沒有強制力啦 這是我要跟你講的 然後假如議會沒有強制力 那現在我們在審這個預算的時候 你 我希望說 集長是一個誠信的集長 你們的承諾 是多久可以放進去 好不好 沒有 我會問完你 要不要給我回答啊 這個部分 因為涉及這個要點的 這一個 這個相關的一個內容啦 是不是 還是讓我 給我 會後 把他研究清楚的時候 再來向議員報告 那大概要多久 跟本席打呼 那是不是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做一個 一個禮拜的時間 給我們打呼 是 議長 他一個禮拜給我們時間 打呼請議長裁斥好不好 好啦 一個禮拜 那你一個禮拜裡面 給我們裁斥以後 不是啦 我們另外有一個 你現在這條 有的 言好 你還要說 沒有啦 我不是要說這條 大家都說完言好 味道 我去手就說 都言好之後 我再來講 沒有啦 我也要問完啊 沒有啦 我也是跟我們這條 要問完 不是 不然 大家都問完 我 我都不用那個規矩 沒有啦 現在是說 大家再生言好 你問完 那個我知道 你們要言好 沒有啦 你想要再生言好 或是說 不要忘記 沒有啦 議長 我剛才 我站起來說 你至少讓我的問題 要問完嘛 你要言好再言好 這樣不知道 大家說白啊 對不對 我最信義長 你是說白啦 好 那我再請教你一個 你覺得說 我們沒辦法計算長度 的情形下 你說 它 這個長度要計算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辦法做到 有沒有辦法做到 這實務上 我也是一併了解之後 再來跟 你當過七長啊 你應該給我們一個具體答誤 因為七長最清楚的啊 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我想還是為了精確 所以我還是會做一個綜合的 跟議員做一個綜合的確實的報告 好 那都是一個禮拜是不是 好 一個禮拜內給本席一個答誤 可是不行啊 這預算 過兩天就要審完 你一個禮拜跟我們答誤 那還不對啊 三天好不好 好 是 好 好 謝謝 陳氏龍 陳議員 謝謝主席 對於這個 染線 空中染線 的問題 要徹底解決 事實上 我是建議新北市政府 應該訂定一個 管理的自治條例 第一個 你有自治條例才有強制性 如果他不 地下化的話 我們是不是 應該有罰則 這樣子才有辦法 來解決這個空中染線的問題 那你現在用這個管理要點 根本只是你 內部的一個作業管理規則而已啊 沒有強制力啊 局長你的看法 呃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 當初是 在一審的時候 應該是用意是 主要是希望說 做一個提升 那 提升 美化市容的這個 這個部分 那他其實 這個染線 在於各區 真的是我們 在我們的 對我們的市容 真的是一個 一個主要的一個 一個原因 我們也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一個 收費這個標準的 這個問當時附帶的 這次等於 只能道德見說 你沒辦法強制力啊 沒有強制力啊 他放任不管 你也拿他沒辦法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本席是建議 應該他這個 新北市占卦 染線管理 要點 應該 改用自治條例 送到 我們議會來審議啊 這樣子 才有辦法 做有效的管理啊 以上本席建議啊 那位議員在建議喔 你看要要點 不然這條 現在先延後啦 好 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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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翻開第13頁 請問答 03001 向新北市政府 民政局 本年度預算數 52萬8千元 詳三冊46頁至48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意見 再審查意見 通過 0301二項 新北市殯葬管理處 本年度預算數 2117萬3千元 詳三冊130頁至132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小姐 請說明一下 這個冰葬處 有什麼 這個 這個 不理舊 舊物是不是 舊物 因為冰葬處 舊物是什麼 有 局長 請要說明 冰葬處 有什麼舊的可以賣 可不可以變賣 跟我講一下 有 來 局長 是放在席物網上面賣 還是 還是標售 請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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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處理 局長你確定嗎 你這樣說 事情很大條 那冰葬處 是有回收花蘭罐頭 喔 你這樣說 事情很大條 這個還包括一些 變賣一些 我們 一些 在殯葬處一些 相關的一些 舊有的一些 一些財產等等 廢舊器物 廢舊器物 廢舊器物是 你報廢的 或是舊的不堪使用 應該是你的財產 對不對 花蘭不是你財產喔 罐頭不是你財產喔 如果這花蘭是 兩個小時完了以後 可以回收的話 那有多少我們送的花 都是回收花啦 那是哪一個業主去回收的啊 哇 這樣子想起來問題很大條 應該是這個是 我們訂訂契約書啦 這個我們訂訂 處理費的一個契約書 然後我們 辦理招標 按照 按照招標 來做處理的 這個契約的一個 收入 依契約書的收入 有啦 你扣扣的你無費 你只扣扣的關 契約書是不是 對 那等於是 你殯葬處的一些契約書 當作派堂鼓俠 當作持牌嗎 不是不是不是 依照那個契約書 那相關的 我知道啦 當然要依照契約書 你不依照契約書 你敢做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契約書 你賣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啦 是不是有我們的賓櫃 是不是有我們的賓櫃 還是有公家的那個骨灰壇 這個項目裡面 一共是五十萬五千元 那我這個部分 是不是容我後 後續也提詳細的一些資料給您 那要延後了是不是 如果後續要延後嗎 對 好 好 是 那是不是 我準備資料之後 再向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有個習務網嘛 對不對 你連不能用的電話你都可以上去賣 很好 我們車子爛到那邊了 還是有人把它當作開胎去拆輪胎 這是好事情 但是殯葬處有舊物跟廢物我比較好奇 還是有什麼這個 我不要亂講話喔 這亂講話被打屁股 是啦就是廢棄跟不堪使用嘛 他剛才講的啊 他講不是我講的 你不能說他不懂啊 他是局長 你不能說他不懂 局長講的話我就說 好啦接引路啦 好言後 謝謝 請翻開第十五頁 1101項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本年度預算數六萬四千元 詳11冊四十七頁至四十八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如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 1101項新北市社會救助金 本年度預算數六百五十萬元 詳11冊一百二十一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如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 1101項新北市公益 公彩銀餘分配基金 本年度預算數兩百萬元 詳11冊一百三十五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來勒 所有錢 來 所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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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拿去拿去 這不想問一下 我有管理我的錢 是 跟英文報告 這是我們那個公彩銀餘的 這個基金的財產支席 就是他的利息兩百萬 我們這個公彩 基本上是由中央 按照我們的每一個月 我們是有一個分配的配額 這個分配的配額是 譬如說我現在要編明年的預算 這前一年的預算 單月六月份的 這個預算乘上百分之九十 乘上十二個月 那麼就是我們可以編的這個基金 那這個部分是支席而已 所以是兩百萬 我是不是可以請副市長上台報告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個公彩銀餘有包括 運動的部分 社會局的部分 教育局部分有沒有 沒有 這個都是我們社會局的 他規定百分之九十八都要歸社會福利運用 百分之九十八 運動餘的部分呢 運動餘的部分 你說運動餘的盈餘是不是 是啊 他也是指定要社會福利支用 運動餘不是歸教育局 教育局長 運動餘有歸你管嗎 沒有 這個是中央分配的 為什麼叫運動餘餘呢 蛤 為什麼叫運動餘餘 他都叫餘餘啊 就是不同的種類 他都叫社會福利餘餘就好 為什麼叫公育餘餘 那我們再給中央建議啊 不是啊 因為他的餘餘全部進你社會局 你才有這個知行 對不對 是不是你才有知行 他是指定部分 他還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只是他在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公彩 好 請仔細細一下 我們每年度運動餘餘給我們多少 我們新北市 他我現在先問你啦 他是依據 新北市所有買的人 的多少盈餘分配 還是全台灣 不管任何一個鄉鎮市來分配盈餘 他的盈餘方式 分配盈餘方式是怎麼樣 他分配的盈餘 他分配的盈餘 他有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裡面 當然包含各式各樣的採券盈餘嘛 然後按照你的人口數 你有嗎 你知道嗎 然後按照你的財政的這個級數 他再來做這樣的分配 他是有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是由財政部來訂定的 可是我們沒有那種資料啊 我可以把資料都提供給議員 其實才是喔 明天把這個資料列印就出來了嘛 對對對 我一直以為新北市的 我都在新北市買啊 我以為都分配到新北市啊 結果如果分配到全國去 那我隨便哪個地方都可以買了啊 難怪我都一直在新北市都沒種啊 像上一次花蓮就種了啊 對不對 如果我跑去花蓮買可能就會種 因為我兼做公益 然後我還想得獎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買公益採券 這是購買公益採券的這個目的嘛 對不對 結果不是啊 我們多買還是會分的比較多啊 阿是新北市分的多 還是別的地方分的多 當然是新北市啊 所以他會按照你買的這個數額還有人同數 請主席財事明天給我們資料好不好 好 沒問題 謝謝 明天所有的議員都給資料啦 謝謝 我押去我 你就押去全國喔 那你也不錯 沒有啦 全國都要啦 那你來請來 局長你剛剛講的那個公益採券 雲營播負是不是有這個先行播負跟 令維播負 A加B 然後直轄市跟縣市政府分配比例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Google跟我很熟 馬上就出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數字 我也不要去看公視 請問這兩百萬的知識 我們現在的這個盈餘分配的母親是多少 我們這一次編列是20億 20億 那我們這個20億是怎麼來的呢 那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支持的部分 不是 沒關心 第二個是上一次 不是業務質詢 不要講那麼細 其他議員也不想聽這些 我的意思說 你就說我們的母親有 你預計是20億 20億 20億 去年收多少 去年啊 去年 去年 去年一共多少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是中央分配的 那我剛才特別講 中央是怎麼分配呢 它是有一個公式的 這公式就是按照 那個公式不重要 對 今年可能買的人比較多 你就會多一點點 買的人比較少 就會少一點點 對 公式不重要 對 你現在預計要收到20億 對 去年收多少 去年他還沒有算出來給我們 所以我們基本上 沒有先 有先行剝附 先編 所以他會先這樣 我都會做功課 我不敢亂講話 不然等一下又被修理了 對不對 那去年先編給我們多少 先行剝附多少 所以我就說 以去年的6月是15億嘛 6月份的單額 就這個6月份 乘上90 乘上12個月 所以是15億 然後呢 我們在上一次的盈餘是5億 然後再加上200位的支席 一共是20億 餘元 所以你把上半年的先行剝附 去乘以90% 再除以12 算出一個單位15億 15億再反推 你預計今年可以拿到20億 對 所以我們就編20億的預算 你確定你這樣算法是正確的 我確定我確定 因為一個公式我都有帶 還有在我那個位置上 所以去年的支席 你現在也不知道嗎 因為你連進了多少錢都不知道 不是 它每一年在編的時候 是中央撥附的嘛 不是我們自己統籌運用的 我們買多少賺不是這樣 是中央要撥給我們 那中央給我們一個公式 叫我們編列這個預算 所以6月以前撥給我們的總金額是15億 15億就是我們可以編15億 它指定我們可以編15億 再加上去年的盈餘嘛 以前的盈餘嘛 加起來5億 前年的盈餘啦 對 所以中央告訴你 可以先這樣子編 但是錢沒有進來嘛對不對 有沒有進來喔 對啊 進來啦進來啦 他會撥撥給我們啊 今天為止去年的錢進來了嗎 你是說編今年的這個錢嗎 107年的 2018年的 去年的錢進來了嗎 進來啦進來啦 全部都進來了 全部都進來了 你是說今年的預算嗎 你是講今年的還是講去年 去年當然進來啊 去年的已經進來了 那你就知道去年的金額啦 怎麼會不知道啦 是啊是啊 對那是幾億 去年是多少億 那我要查一下好嗎 我現在講的是今年的預算 嘿 我知道啦 去年好像是編了 好像是18億的樣子 那有沒有達標 18億有沒有達標 達標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預編18億嘛 對 事實上盈餘分配到有沒有18億 有啊有啊 有18億對不對 有啊有啊 所以上半年在編的部分 他是告訴你可以先預編這樣金額 錢沒有進來嘛 所以你這兩百萬是六個月的利息 不是一年的利息對不對 是一年的利息 一年的利息 錢沒有進來你怎麼會有利息 他之前會有一些盈餘嘛 會有一些剩下的嘛 盈餘是前年的盈餘嘛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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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知習又是另外一次 那是另為撥附嘛 對 不是先行撥附嘛 所以好啦 我也不弄你了啦 其實你們都是代罪羔羊啦 講白的就是代罪羔 好啦 局長不好意思啦 謝謝 讓你辛苦一下了啦 你們都是代罪羔羊啦 謝謝 好 審查意見 通過來 繼續 11013項 新北市仁愛之家 本年度預算數兩萬八千元 詳十一冊一百五十九頁至一百六十一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如意見 照審查意見通過 11014項 新北市巴黎愛心教養院 本年度預算數六十一萬九千元 詳十一冊一百八十八頁至一百八十九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如意見 照審查意見通過 11015項 新北市家庭暴力暨侵害防治中心 本年度預算數一萬元 詳十一冊兩百一十五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招案通過 來 局長說明一下 這是我們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廢救物的一萬元 那這個廢救物指的譬如說它可能有一些 譬如說報廢的機器 那我們就會上網公告然後去賣掉 譬如說可能是這個印表機 或者是什麼樣的機器 對爐桌那件事情 你有什麼看法 爐桌啊 爐桌肉圓這件事情 對 有什麼看法 那當然我們其實這件事情 當然這樣發生了 我們是鼓勵我們所有受害的婦女 都能夠勇於出來求助 那求助的過程裡面 現在目前社會局 我們不僅是協助她做安全計畫 也會給她相關的法律輔助 或生活上的協助 甚至包含心理諮商 那當然透過這樣的一個網路的方式 其實我們也會擔心說未來 這個孩子可能會面臨到比較高的風險 譬如說大家可能 遲過今天之後 將來可能這個網路的影像 是比較容易流傳的 所以我們是鼓勵我們的婦女 或者是受害者 還是希望運用我們現在目前有的 這些救濟的管道 那各縣市都有這種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那我們有配有專屬的社工人員 那麼可以去做相關的一些服務 對啦 依照你目前的制度來講 是 問題還是那麼多 對不對 像新年我們那個之前的更新醫院 也是一個吃毒的 那個人家去拐 一個小孩交代王 又是同居人 跟母親 小孩要死了 再上那個醫院 是 是 這個證明什麼 證明目前現有的制度有問題 你現在照你說 照理講你所有的錢 應該是防範於未來 你現在不是啊 像路舊這件案件 之前就很多次了 今天再扶住檯面 你照目前的制度 就是先讓小孩 受罪 受罪 從那撞掉之後 撞到台灣 那你才知道啊 對因為家暴犯罪 這樣證明說你這套制度 目前在 執行的有問題 問題才陳述不窮 你如果照理剛才這樣講的 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對我們還是協助很多的家庭 而且我們也建制 知道啦 協助很多家庭 問題還是那麼多 人不能事先防範 照理講 你剛才有一個事情 你自己要檢討 為什麼這套制度一直執行 問題還是那麼多 對我們還有精進的空間 對啦我知道嘛 我剛才問你 你要怎麼做嘛 就是說 要防範於未來嘛 對不對 那你說 就是說 我就要處理這樣處理 處理到沒問題的位置 問題還是那麼多啊 對所以 所以 所以我不是說 要怎麼處理 你要提出 拿出辦法拆嘛 不要說 小孩被打家暴 家暴到太太動了 撲到台外面拆了後 你要知道 之前你為什麼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建制整合型安全網 我們鼓勵 譬如說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受害者出來恐報 我們的靈禮 我們都有溫馨天使 我知道嘛 甚至我們有 你安全網你有建置嗎 建制為什麼還會發生事情嘛 我告訴你 就證明說你這一套沒有用啊 不能說都沒有用 但是我們是鼓勵各方面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都訓練所有的 你說有用 有用為什麼小孩子死了才知道 小孩子從打到你才知道 有用 用在哪裡 你講我聽我 所以我今天要問你究竟說 要怎麼辦 提出辦法出來 對 你跟我說都沒有啊 有啊 我所以現在在跟有人報告 有啊 還是有問題啊 有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辦法來 呃 我們現在 對 對 小孩子開始受到威脅 讓打 後一回你就要知道了 對 對 你現在想打到這樣 你現在很知道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 建制更好的安全網嘛 比如說孩子可能在學校 我們怎麼跟學校 跟警方 或者是跟鄰里 能夠建制更好的安全網 讓這樣的事件可以提早曝光 或讓受害人能夠 對我們公部門更有信心 勇於出來求助 因為畢竟家暴犯罪 它是一個門聯後的犯罪 它是發生在這個家庭 是屬於家庭的秘密 所以在這個部分 這個秘密要揭露出來 它需要各方的網絡都能夠更健全 對嘛 怎麼揭露 好怎麼揭露 你講我聽話 對 所以我們像我們現在 我們也建制了 譬如說我們有那個幸福保衛站啊 譬如說孩子如果有些什麼樣 特別的狀況 如果家裡沒有飯吃 或者孩子逃出來 它就可以到我們的超商 兩千多家 對不對 可以登記它的名字 老師就會馬上去做訪查 然後有必要的話 我們馬上社會局就會介入 或者是警方就會介入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的一個社區 或者是我們也把林里長 都做了相關的教育訓練 而這個教育訓練是非常的密集 頻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有四千多個在社區的 溫馨天使也加入這個行列 或者是我們警方 我們可以主動的去查訪 譬如說 只要家裡面有吸毒的 有入獄服刑的 有自殺的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有家訪 如果覺得這個家庭有必要協助 也可以馬上轉到社會局裡面 有社工出訪 再來對家庭做相關的服務 那句話說 我們是想盡辦法 能夠盡到家庭裡面 去發現這些可能危機的潛藏的 這些風險者 然後我們盡早提出服務的策略 比如說那些事情 他爸爸他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吸毒 只有喝酒而已 那為什麼查不到呢 即使我們窮盡所有的方法 但是真的有的時候 我們還是很遺憾很痛心 會發生不幸的事件 但是每一次不幸的事件 我們都會提出檢討 我們都會再精進 不斷的努力 來建置這個社會更完整的安全網 所以我們現在的安全網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整體的通報率 是全國最高 不是說因為新北市比例最高 最容易虐待兒童不是 而是我們想盡辦法 窮盡所有的可能 把這些潛在的危機 風險的家庭找到 提早進入家庭裡面 去做相關的訪事或服務 來避免這個不幸 好 這樣我再請教你 是 你有沒有辦法保證 未來的一年當中 能不能達到零的態度 鼓勵的態度 零 跟議員報告 我們只能窮盡所有的方法 盡其所能的去降低這個風險 但是我沒有跟你辦法保證說 我新北市不會出現任何一件 不可能 神仙 神仙才有可能做到 我只是一個人 我做不到 我說啦 局長 我認為齁 你齁 要比較有重量的 那如果我是局長 說OK 知道齁 你只要找機率齁 你說事情要防範於未來 是 你現在看到議員幫你做事 你就不怕 腳不沉重了 不怪孩子在受苦了 所以說齁 包含我社會局所有的同學都非常努力 我也很努力 但是社會還是在一直發生事情 我也很努力 但是講我也會講 但是你要 講出一套可行可嚇阻 你知道嗎 好 你說到天花亂水 所以說齁 我都在 我們都在 都在 都在 沒關係啦 那個那個 我說齁 我都在 電影齁 有一些民意代表 這麼多說話 黑的說話 白的說話 白的說話 我給他一句話就說 用眼睛看 用心感受最正確 對不對 你說到天花亂水 事情也會發生 對不對 沒有你建議 你改 什麼辦法 你改一下吧 他有陰啊 我沒有陰啊 我哪有陰啊 我就改啊 你改啊 我不知道他說 他要去路嘛 對不對 他要拿著辦法 你改建議 我看有更好的辦法 我都沒有陰啊 我哪有在建議啦 沒有啦 你今天 好嗎 有什麼好辦法 你改 好 來議長跟他講 我跟你說 照理說 你說 孩子在學校讀資料後 你 做老師的人 你小的 教教 你要知道 一個孩子大到處 你說很簡單 落在那裡 腳踩那樣 靠到學校他講話 他們有問一下嗎 孩子很大 你知道嗎 因為孩子 你看看 孩子你如果說 有問題 靠到學校人問 他就講了 他就知道了 要再問就聽 要交集配合就對了 對 對 所以說 你們有陰啊 我們這沒有陰啊 你們有公權力 沒有公權力 所以說 議員建議的虛心接受 是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來你 搖滾 還是要繼續說 沒有 你現在要先說 來 我簡單的補充啦 因為我們常常接到成型案件 出兵 比較大聲的 就補你們喔 防暴中心齁 結果呢 太大聲 你有沒有說 我帶著走了 把他帶走 這第一點 所以你剛剛那個數據喔 我有意見 你把那個數據灌那麼爆 不代表你能力強 代表的是 殺雞其軟 你知道嗎 不要這種心態 啊現在有時候 看這裡紅紅了 這老師喔 有假不成的老師喔 我快幫你們補 你有帶我帶他走 啊現在要跟這個 阿公阿嬤阿嬤老婆老夫 要跟這個孩子 要說三個月 啊問孩子 啊孩子有時候 要跟老婆老婆討人 老婆老婆說 你拿錢要怎樣 當然拿錢 你還沒吃那個不好的食物嘛 對不對 垃圾食物啊 但孩子還是會不會鬆啊 阿現在你們帶走之後 阿你要不要回家 幹嘛回家 來這邊有吃有吃 又不會被爸爸媽媽罵 所以我想這個數據喔 不能代表你們有貫徹 不然不會像盧州 這個 這個 這個小孩的問題啊 這小孩存在多久了 為什麼出名老婆 你也沒有去報 怎麼沒講 為什麼學校沒有關注到 那是你們的問題啊 所以你給他社工有觀念 不僅說小的東西把它弄很大 你懂得意思嗎 因為我曾經也是 請你們的主任來 包括你們什麼什麼什麼 都導啊什麼來 對不對 輔導員來講 我說你不能拿耳毛當令見 我現在社工管多大呢 那小孩 那小孩 比較疲勢 不需要聽別人 別人要教他小孩 要教他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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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 你的兒子 不教他 去圍圍做大 去唱 去偷 我想這個是 這個做父母很難為啊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是徹底要了解 是怎麼去 父母怎麼去做 要教我們父母做 那當然是要教局長 你要教我們父母怎麼去做啊 再來阿公阿嬤不要去做 阿公阿嬤疼孫不行 所以這東西真的是 現在社會的倫理都亂掉了啦 所以你跟阿公說的數據 真的我有意見 這不代表你的能力強 如果你覺得你能力強的話 不可能發生在我們盧州 這選區這種事件 你這政績多丟你你知道嗎 我們家裡說 你怎麼是怎麼會感動這個市政府 我們只是笑笑而已啊 還有那個 罵完的那個店 現在報 現在那個行李做得多好 所以這種東西是個變調的東西啊 所以由此可見 你剛剛不要講那個數據 我還可以停掉你的辛苦 但講那個數據啊 我所面倒的問題 都是這一些問題 過去一點小小的問題啊 所以你要自己要檢討 今天我們陳議員講的這樣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音量很大 但是你要教育 你們的所有的辛苦的社工 不能拿羽毛當硬件 不能小小一個紅線 就把小小帶走了 他說 你怎麼做業績喔 這不對啊 這政績不是這樣做法 所以議員講你的數據最大 數據最大 代表我們新北市政府很爛 代表你們沒有金鐘失守 代表你們拿數據來 撫面別人的啦 撫面別人的 好不好 好 拜託他們很辛苦 但是不要叫他們 適可而止 好不好 謝謝 好 這個答案通過 謝謝來 謝謝 來 謝謝張幾人 張幾人請 請翻開第十五頁 一八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本年度預算數 八十四萬七千元 詳十八冊四十二頁至四十三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送大會討論 好 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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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原民局 本年度預算數八百二萬一千元 小陽十九冊三十四頁至三十五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和議員博文保留發言權 請翻開第十三頁 04001項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本年度預算數二百四十四萬七千元 詳是策五十五頁至五十六頁 請審議 審栽意見 照案通過 審財意見照案通過 04051項至04059項 各地政事務所本年度 預算數合計9352萬6千元 請審議 審財意見照案通過 如今照審財意見通過 06001項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本年度預算數1億3741萬7千元 想要六冊41頁至42頁 請審議 審財意見照案通過 來 局長解釋一下 報告大會 有關財政局財產支給 這個部分主要是出租室有房地產的租金收入 到11月底為止 目前財政局出租的土地面積有100公頃 有占用的土地面積是22公頃 這個部分我們是有收取使用補償金 另外出租的建物有27筆 那這個到108年整個市有房地產會隨著它的一個增減出售或讓售會有一些增減變化的情形 那目前我們預估到108年我們整個租金收入包括和那個佔用的使用補償金是1億3741萬7千元 以上報告 那既然我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所有的出租來講是以土地還是建物 以土地為大宗 建物有沒有 建物有 建物也有 也有喔 對 那現在我請問那個現在我們那個檢察局齁在常泰派出所有沒有 現在已經簽到新職了 就有那個建物是1到4樓來講的話 現在是怎麼做規劃 是要租給出租 因為那邊屬於三部雅七啊一個商圈啊 是窄窄的 但是是說只有檢察局提供給那個財政局去處理還是檢察局來處理 請局長稍微講一下 跟議員報告 這個三重分析還沒提到 但是我們原則的處理是 拆除以後還給財政局管理 從一管理 拆除 如果還可以堪用的話 就是 連那個建物 建物跟這個土地一起交還給財產局去管理 如果沒有使用的話 對 因為那個它比較狹窄嘛 然後我們現在盤去新的嘛 很好 很大 但是維庸價以三圈啦 最主要是說如果說我們市政府沒辦法去使用 應該是 標租啊 租啊 但是不能變賣 如果變賣的話 哇 還要再一兩顆 所以我想 還是要交還給財政局 去處理 統一處理 統一處理 好 那成縣就是說以這個現況 可以的話就出租 標租啦 給那個地方 不要說你那裡告訴你 沒放空而已 沒差這麼多政策的商業區 這樣好不好 好 以上 謝謝 廖宜君 廖宜君 胡君長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之前在三峽分局 一直在針對這改建案跟消防 消防隊改建案 到底現在進度是怎樣 拆很久了 因為那 你有去實際上去看過嗎 後面有牽涉一塊私人的土地 如果要跟消防局合建的話 要連那塊私人的土地一起購買 才有才購規 那現在進度到底是怎樣 因為這拆很久了 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你們住在那裡面的同仁的心情 今天教長換你去年來看看 私人的部分 還沒有辦法談妥 跟他談妥 因為 你看今天下雨 你進去看一下他們的宿舍 一樣啊 都在漏水啊 要是你去那邊住你怎麼感覺啊 他們都是很辛苦在執行我們的勤務 三峽分局是比較老舊的 是真的蠻老舊的 那現在還有那個三峽派出所 它的範圍太大 管的人口也太多 那最近不是有發生了一些問題嗎 那我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考慮說 在我們大礁溪地區啊 再設一個派出所 以他目前的人口數跟交通 這個 以三峽合為中心嘛 你可以分割為兩邊 對 還沒有達到這個再分一個派出所出去啊 吞上警力反而在我們勤務調度上的效益 不見得比現在 那你想想看你那個吉博所啊 跟我們那個金駿派出所到現在還是一起的 是因為鏡頭拍手找不到土地 我又不敢廢掉鏡頭拍手 對啊 那你看他執行一個勤務要到那邊要多久 所以說你這整個大三峽地區 所以說你這整個大三峽地區 我希望說你要做個通盤檢討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分局跟消防 消防分隊到底要不要改建嘛 你要趕快進度要趕快出來 第二個你那個三峽派出所要不要一分為二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那個鎮討派出所跟吉博嘛 這兩個你到底哪時候要拆開來 還是合併你要有一個決定啊 不然你這樣 每年這樣拖 從上一次就拖到現在了 因為金駿里吼裡面找不到一塊比較安全的土地可以蓋 那你要合併嗎 合併現在地方才是 你都一模一樣在那個地方 都沒有變 你也找不到土地 那要不要合併 那合併出來是不是又多了一個鎖 我們可以在三峽大交際地區再設一個呢 如果能合併我們當然樂觀其成啊 對啊 你這個要想辦法解決吧 好不好 我們再評估一下 我也希望說在我們的內內 為我們三峽爭取我們應該有的建設 跟我們的一些派出所應該要合併 或者是再興建的都要趕快做好不好 是 好 我們來評估 謝謝 那是 黃淑慧 陳平議 好 我要請教一下局長 這個跟這個檢察局沒有關係 好 局長 你剛進來 那要對於我們師傅的財政比較多一點了解 那我們這一個預算裡面當然不是你編的啦 可是你可不可以讓我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這裡的預算稅入裡面它是算期的 兩期 可是你們在計算的時候呢 你們要算月 算面具 還要算利率 那請問一期到底多久 不好意思啊 跟那個教育局一樣上學期下學期 還是跟我們一樣 上半期下半期 因為他那個看租約 每個租約是不一定 但是我們 不是啊 你這裡計算 你租約當然我知道不一定啊 你這裡 你一期裡面就有多少 這裡總共六千八百多萬嘛 是不是 六千八百 對啊 就上下 那就是標示一期了 三千四百幾萬嘛 那是多少投出來 多久算出來 那這樣不幾行呢 那新百姓土地多多少呢 那還可以給他銀行 不用土地給他看還可以做錢的 你知道嗎 你有做事 你知道嗎 報告委員 有時候這個土地出租 它是有 比如說它像有社會公益團體等等 那個租金都是有打折 所以跟一般的 我不是在問你這個 我是問你說 因為你們在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寫的是兩期 總共有這麼多錢 那麼兩期的話就是表示要除以二 那我才問你說 一期多久 你們打的契約是怎麼打的 因為你後面的說明 又很清楚的說 要按照面積 要按照出租的這個年金 還要地價 當年的這個什麼 申報的地價做標準 對 明明地價是不是一年才購一百 還是一年才購兩百 兩年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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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時候看主席 你還說一年購一年購 我問你 你喝多久 喝多久打一次客戶 是怎麼就要這樣收 你也說一下我聽看看 因為這是這樣 就是打客戶的 這是只有申報期間這樣 還是你從哪裡來的 我從交通部來 所以你都只知道交通部的算法 是嗎 或是較常我們新北市都這樣算 這 真是兩期用下去 沒有不對 但是這 要怎麼算是看你客戶 看你收一間錢 對 看你客戶 還有你當初那個客戶 你財政局比較容易就對了 收一次可以改過的事情 要收兩次就對了 也不是這樣說 因為 你有當時你如果說 比如我打客戶是一月 一月或二月 我再收一年 對這個人來說 也沒有說改公平 拜託你這不是市場 你這又是公共地區 還按照利率 其實你們在算的時候 都也是大隻稍稍 都也有經過 經過 經過 有人跟你們 拜託你 你們這裡有要做人 那不是慶祭說要做一做就對了 所以那個價錢是 沒有 豬有兩種 總是標豬 你告訴我 你這裡租多少出去 那你這裡我看不出你 你多少塊土地 多少個房子出去 因為你這裡還有建物 還有土地 你可以告訴我 你這裡的錢是做多少出 可以嗎 這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土地面積 這出租的土地面積 跟這個建物 現在會有變動 那 到目前為止 到十月 你變動 我愛這份就好 我愛一百塊 我不會去問你一百塊七年的 你一百塊八年 告訴我這錢怎麼收 你可以嗎 整個細項 是不是 那當然喔 不然你錢怎麼湊出來的啊 那如果 那如果要去向的話 我會後補給議員 因為他 會後才要補給我 因為 因為我那個幾千 我土地有一千多筆啊 一千多筆 這裡一千多筆才租這樣喔 他是用公告地價 當然知道啊 對啊 一千多筆 還有土地 還有房子喔 房子比較少 房子差不多二十幾筆而已 房子比較少 你確定你了解這件事 嗯 你確定你了解這件事 我當然了解 你進來以後這幾個月 這也沒有多久啊 幾十天 你有深入了 我大概有問同仁 大概的情況是怎麼出租的 確定喔 可以拿戶齁 我告訴你 這個民視 這民視裡面就有了 好啊 我給他提供 好 陳平議來 陳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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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有電話中 抱歉 局長 你清道 你也沒有辦法 把那個青森弄得那麼清楚 我問你一個大原則喔 我們之前的二十九區 就是二十九鄉鎮市 他們有很多是在過去鄉鎮市時代的租約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升格以後全部都是概括承受 原地義務概括承受 你知不知道現在還有土地的租金 是用煤炭來計算的 你相不相信 我不是很了解 主席你相不相信 以前的租金可以用幾大米 或是多少的煤炭來去計算租金 到現在還是用那個標準再換算 煤炭跟米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我知道 就是用食物去計算 好 那個時候 實際物資 那個時候的租金 非常非常廉價 以前的鄉公所時代 只要代表會OK就OK了 鄉長OK就OK了 非常非常廉價出去 我舉個例子 如果假設我一年只要換算 煤炭換算出來 一年只要台幣一萬五千塊 租金喔 年租金喔 我一個月租金收七萬 我們還幾十年還這樣收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所以應該把他這個東西做一個體檢 有的人收了幾十年了 泰山有一個地方 既然被占用 占用幾十年 對不起 我那個不能類比 因為他是 他是這個明治書院的地 不是我們公有地 占用幾十年的土地 故意不繳地出那個地價稅 讓法院來拍賣這塊地 不去拍賣陸地 不去拍賣被占用地 拍賣這塊地 拍賣這塊地 故意不繳錢 故意來拍賣 然後把他飆走 就這個 就這樣 黑龍鎖土 就被施人了 然後飆走了以後 就把他賣掉了 現在在蓋房子 公有地有沒有這種狀況 可能也有 拜託你新官上任三把火 清查一下 建物土地 好的促咖 他的合理的東西 繼續租人家不要動 幾十年都是這樣 OK的 有些在山坡地上面 一點點 那個都不要去動他 可是我剛才給你講的 那個不誇張 如果換上去 我一年只要繳1萬5的地租 我一個月在 現在在收益是7萬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不好 因為真的過去 真的也是用煤炭再計算 因為我在代表會待過 所以我清楚有這個狀況 但到今天為止 還是用那個價格再出租 好不好 謝謝 王仁甄議員請 我在這邊 因為在審這個稅入 在這邊我要特別提醒 因為在上個會期 有被 就是說財政局 那個時候的局長 有被要求說 就是要有新北市市務財產的一個自治條例 那個時候有送出來 當然也沒有辦法審 因為時間太短了 因為這個戒期不聯繫 所以有關你出租 或者說要飆售 或是做財產儲分的時候 還是要有這個 當然我們現在用那個規則 就是內規自己處理 但是沒有經過議會的一個授錢 就是沒有在大會裡面審 希望這個在你的任期裡面 現在剛上任 很快 在一開始 因為上一屆就有把這個版本 送出來 但是我希望你重新檢視之後 用比較進步的一個想法 因為現在全國只有新北沒有 包括澎湖金門 縣都有啦 只有新北沒有 我希望說 因為跟以後的稅入會有關 執行面要比較順 希望你這個知識條例還是 省事一下趕快再把它送進來 讓大家可以來通過 好不好 是 大概多久 你預計 我預計差不多 這個應該下個定期會 就是五月底之前會送出來 那是不是請議長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承諾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做一個財事 五月底一定要送過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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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後來 那些 後來 後來 後院請 謝謝議長 那個局長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有新北市 這個我們的市地被占用的情況 最新的情況現在如何 占用的部分 目前整個被占用的一個面積有 看一下 占用的面積大概有0.49公頃 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有沒有追討一些新的進度 有在追討 那詳細的數字我再補充 這個局長 我這樣問你是因為 我一直很關切 就是我們市地占用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如果能夠有效的利用這個空間 那個結合公務局 朱立志 朱局長 在上一屆市府的時候 有推動一個叫新北美樂地 就是針對一些 可能過去被占用的一些 新北的這個市地 但是呢 這個新北的市地佔的空間也不大 但是收回來之後 加上部分的綠美化之後 再加上一些遊樂器材 就變成一個小型的公園 或者變成人民可以休閒的場所 那我現在就是說 我們就這個整個市地 如果被占用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能夠這個合理的把它追討回來 是不是能夠結合我們公務局 如果說那個新北美樂地那個專案推動的不錯 在各個社區邻里裡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增加很多這樣新的一個空間 這個部分 局長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公務局長一起來合作一下 公務局長 我是不是也請公務局長說明一下 謝謝大會還有謝謝議員 那個我們新北美樂地其實基本上面是 我們希望藉由盤點 可能是被違章佔用的這個公有土地 那我們藉由把違章建築拆除掉之後 那可能是把道路的瓶頸打開 或者是把這個開闢成林裡的一個小公園 增加這個環境的一個美化 但是有一點就是我們可能要透過一些地區性的一些盤點 那同時那個用地必須要符合都市計畫 或是非都市土地的一個分區使用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希望就是財政這個部分要跨局處來合作一下 財政 財政局這個部分我們清點完之後的土地 那如果適用可以在家利用的話 我請公務局好好的來規劃一下 因為那個部分小小的一塊地 可以帶來人民很大的一個幸福感好不好 好這部分請努力一下 謝謝 謝謝議員 好 照審財政通過 謝謝 謝謝 繼續 06011向新北市政府稅捐積貞處 本年度預算數65萬9千元 想六冊87頁至88頁請審議 審財政照案通過 15件照審財政通過 請翻開第15頁 謝謝 13001向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本年度預算數168萬6千元 小陽13冊46頁至49頁請審議 審查議員照案通過 不見 說明一下 來 局長說明一下 跟大會報告 我們的有關於財產值取收入一個是保管金跟專戶存款的收入 另外一個是我們有一些土地租給像台電的電塔等相關的收入 所以兩筆合起來總共的金額是我們這裡財產支起的268萬6千元 旁邊 旁邊 你那個土地租給那個電塔 請教一下 這個是有土地嗎 就是我們環保局管的土地 因為剛好土地有一些環保用地等於是我們管 是由我們來管 環保用地可以做電塔嗎 沒有 他不是啦 他經過的時候 他要過過 會採到嘛 採到那裡我們就要做他 他那個電塔不是要有一個電塔的專門用地嗎 他沒辦法整個都變成專門用地 因為他...我們會看他 久久就一個 那他用的時候 你們可不可以使用 使用? 對 你做給他以後 你們做完以後 你們做完以後 你們不能使用啊 不能使用 為什麼不是財政局 應該化虧財政局 你會想這個投入嗎 不過這個當時的分工已經這麼多年 如果是不是分工要歸為 雖然很多年並不表示他一定是對的 你們要收回去嗎 這個我當財政局 因為當時環保用地歸 我們來管 這個 目前是這樣啦 我們以他的用地的屬性 如果是屬於環保用地的屬性 就是給環保局 那如果是非屬於... 那個是管理機關嘛 對... 管理機關 那但是那個土地所有錢是市政府嘛 沒錯沒錯 對 但是他現在已經變成那個電塔用地 那怎麼還是... 他只是租 他是租 付租金 第一是我們 第一是我們 一週兩 所以現在是電塔在用嘛 對 對不對 對啊 電塔在用 所以已經不屬於環保局在使用了 你們除了這個錢以外 還有其他的錢嗎 還有其... 沒有 主要齁 我們這裡看過 譬如說有些斷層 因為他的地方都在比較偏嘛 因為我們環保用地的部分 沒有 我問你一件事齁 你除了土地租金以外 你還有什麼廢棄物的... 沒有 這個前面兩項一個是土地租金 主要都是租給電塔為主 另外一個就是財產知息 我們現在是在談財產知息嘛 那另外一個變賣的是在下一個的變賣的部分 是我們... 針對我們廢棄的車輛公開標售 那個是另外一筆收入 所以變賣的部分待會再問你就對了 好 可以 看你... 那我想說這一部分的... 財政局應該研究看 是不是應該該收回來就收回來 因為是屬於市有土地 而且環保局沒有在使用 他沒有在使用管理這塊土地以後 又再拿去出租做收入 我都議員 不是很奇怪 他一定是那個地裡面 我們用機通一個角 他要採電塔的角 沒有 你是最上電塔的地 你沒有用手給收作金嘛 我再說就好了 對啊 議員 我們在設電台一定有一個規劃的路線嘛 沒關係啦 我知道 電台規劃的路線 那你們多久可以提出解決方法 好 我們來研究 研究是多久嗎 這個你希望可以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可以嗎 一個月 對 一個月提出解決問題方法 就是提出我們的答覆 看針對議員垂詢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怎麼來處理 一個月齁 那拜託議長猜事一下 待會變賣財務再問 謝謝 好 一個月來 這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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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要去問 你們同一個 怎麼不同 他就沒有念到那裡 還沒念到那裡 兩個都念過了 好 一起啦 那個 就 對啊 我問他的時候 他說是另外一條 同一向 他是不是 同一個 這個是現在念的這一條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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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問你說 你那個財務變賣 是變賣哪些東西 我們主要是廢棄車輛 主要 還有一些電辦公室的設備 像電腦 或是一些 報廢的強領 我們都用公開上網標售 其實廢棄車輛齁 對 我們那個 在地方上常常碰到 有那個廢棄車輛去占用停車衛生 自己占用 那個是脫掉的 那是屬於私人的 我們現在講的是我們自己 機關內的廢棄車輛 就是廢棄車 機關內的廢棄車輛 所以私人的 那個 脫掉車輛 又另外 那個跟我們不關 都不關你們環保局的事嗎 不在這個項目裡面的 所以還另外一個項就對了 因為他那個部分 另外一個項目 另外一個項目再問 因為好 這不在這裡 不在這裡 我要問的是 那個 那個路邊那個 那個 路邊脫掉的部分 那個是另外一個案 沒錯 好 來 謝謝 謝謝趙吉仁 好 謝謝趙吉仁 六十人 我們叫林靈國 那個林靈國先 趙吉仁請 請翻開 第十三頁 一二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 本年度預算數 五百三十三萬元 詳十二測 五十八頁至六十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陳議員 請人保留發言權 請查門 請查門第五十九頁 第五結 租金收入 好 如一件 照審查意見 通過 一五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本年度預算數 四百零九萬一千元 詳十五測 四十八頁至五十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一件 照審查意見 通過 謝謝趙吉仁 好 鄭宇恩議員 鄭宇恩議員 來 鄭宇恩議員 來 鄭宇恩議員 鄭宇恩 鄭宇恩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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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招集嗎 那有秀耶 是你秀耶 是你秀耶 請翻開第十四頁 零七零零零一項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本年度預算數 九百零八萬元 詳七測 三十五頁至三十七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見 照審查意見 通過 零七零一二項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 本年度預算數 八千一百二十八萬元 詳七測 九十二頁至九十六頁 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如見 付代決議 巴黎峰返碼頭 委託營運管理案 今第五審查會議 審查通過後 再行辦理發包 經常門 第九十三頁四節 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營運移轉計畫案 委託營運管理契約書 鄭宇恩 鄭宇恩 保留發言權 那我要下來了是不是 現在沒有保留發言權的問題了 喔 因為隔屆 你可以 你可以 隔屆 隔屆 來 來 請召集人說明一下 呃 請 這個 這個 歡迎付代決議的部分 齁 我想 請教一下 當初審查會做成這樣子的 這個 決議 卸船的那個 波道 可是這個 廠商他 有一陣子 一直換鎖 然後不讓漁民進出 因為他們認為漁民會偷 可能有偷東西 或是破壞的 嫌疑 所以那個時候 包括我 還有鄭大伊立香議員 我們到現場會看 但是這個業者請媒體 呃 來報導 然後特別還說 我們議員在用動用關係 然後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沒有尊重他們 等等這些情勢 所以那時候 其實議員很困擾 因為他們一直換鎖 不讓漁民進出 對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 體育處 這邊可以 確定好下一次招標的這個方向 因為我想 所有的運動 不是只有風針 衝浪風帆這件事情 還有這個 有一種戰板 就是那種衝浪板 然後用舵來衝浪的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增加 招標廠商的範圍 然後所以說這件事情 附帶決議就是說 這個營運管理案的方向 等他們有一個 防新的 新的這個 決議出來之後 再跟我們 無審委員報告 向大家報告 這本來是應該 執政黨要講的 我是建議這樣子 當然這個議員 對於地方的關心 這個都 非常的值得敬佩 對啦 那如果說廠商 做為有妨礙漁民或是當地居民的權益的話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特定條件的這個要求 避免這個 避免這個當地的居民 是 權益受影響 那如果做成這樣子的 這個決議的話 這恐怕有違權力分立原則 又好像 譬如說 待會兒 或者是這個 我們審到公務局預算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附帶條件說 以後的建造始造都要拿來 因為省一省才發 以後的違建要不要拆 是不是要拿到這邊來省一省才發 所以 我知道這個 這個 諸位議員的用心良苦 那也很值得敬佩 我建議是不是在這個決議上來做 文字的修改 文字修改 好不好 要差一點 不然的話這可能又會沒完沒了 所以 呃 陳議員的意思是要做什麼樣子的修改 呃 觀眾大會的意見 來 鄭議員 那個交易局 那個有關於這個 國民運動中心啊 這個 現在所有的財產志祺 是不是在裡面 沒有啦 你這這條 財產志祺有沒有在裡面啊 租金你有沒有在裡面啊 有 跟議員報告有 這在財產志祺裡面嘛 對 都在裡面 那我對所有的這個 國民運動中心的 沒有啦 那個 剛才這條 你剛才說這條先處理啊 你先太過分了 這條先處理啦 那個好嗎 問題說這條先處理啊 局長 這個喔 我們在小組審查已經討論過 討論過的過程喔 當時 語言保留發言權 他現在就是做超級的 當時我們為什麼要支持 因為我們有附帶決議 他說現在把附帶決議 我就拿掉我就有意見 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們要讓某一些特定的運動項目發展 我不反對 可是他可以侵佔到漁民的捕漁權 還可以用媒體修理當地的議員 那他真的是占地為王 我們不是不給他做喔 我們討論的結果是說 請把營運計畫拿來 讓無省 我現在也不在無省 讓無省的去了解了以後 再讓你們去做發包 那這個東西理論上 應該要跟大會做報告 應該要跟大會做報告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附帶決議 不能去動他 如果要去動這個附帶決議的話 那個 趙啟然就是語言保留意見 我當時沒有保留意見 是因為有這個附帶決議 如果你現在去把附帶決議拿掉的話 那我就有意見 至於運動中心那個項目我不管 我是只針對巴黎風帆碼頭這個部分 這個剛剛趙主席所說的這個 關心當地漁民的生計跟權益 我都很贊成 但是你應該指涉 把具體的條件寫出來 而不是用這種方式 你這種方式的話 這個以後會沒有 如果通過這樣決議的話 那以後每一個局 我都要做成這樣的決議 我還不是做成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你還可以承認 要遵守就遵守 不遵守就遵守 我要還可以負條件動之 可以嗎 可以嗎 如果要這樣的話 這個議員是很好當喔 今天就要看你們要怎麼樣 如果 如果 違反附帶 這個尤其是主計處 還在講電話 你如果 你如果 覆條件動之 你如果 不遵守那個的話 我告訴你 我第一個就移送主計處的人員 去千萬元調查 這樣不要 我覺得 剛剛張宇講的 我都很認同 但我覺得 這個附帶決議 應該要修改 不要用這種方式 我老實說 我做材料動 沒差 那是你們 這政黨你們覺得很好做的 大家來做 不是啊 你要講明朝跟清朝的事情 大家要不要 大家要不要考量一下 如果 我覺得應該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 把 剛剛張宇所報告的事情 所講的事情 把它納入 但是如果要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當然 這個 議員當然都很好做 議會也可以 可以這樣子做 那可是你們行政機關 這個 這個 你們也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整查的時候 陳前議長把這個條文看錯了 麻煩您看一下 沒有人附帶決議 是預算要經過無審完 要再動支 不是這樣子的 是發包 請你看一下 他現在這個發包 營運計畫 我們有意見 你的營運計畫 沒有問題 你去發包 跟你這個預算沒有關係 這個預算你要給他通過 運動中心通過 本來就是要讓他通過啊 現在我們是要讓他通過 不是不讓他通過 但是他的營運計畫 如果他的營運計畫 可以通過的 不然我們幹嘛要附帶條件 就是讓你過嘛 如果上一屆我在三省 然後現在我在二省 我先說我自己 我在三省的時候我沒有保留花園錢 對不對 現在我在二省 我可不可以花園 我可以喔 所以 當時三省的我都沒有意見 對不對 所以現在討論三省的意見 我可以花園喔 因為我當初沒有保留花園錢 不行啦 不行你也是 你怎麼可以 他在保護 你是要該議的審查意見 你是要該議的審查意見 議長 其實蔡議員講的這種方法是可以 為什麼我說可以 沒有啦 知道 不是啦 你是要該議的審查意見 要不然你這樣 你維護你的審查意見 你現在這樣就亂了 要怎麼處理 欸 你都說過 我的意見你不用講 我表達我的意見就好 不用你推我表達 欸 就跟鄭議員一樣啊 他以前保留花園權 他現在是召集人啊 他坐在那裡 他也夾到了 因為我有反對意見 啊 我不知道陳明議員 議員他是 他應該不是反對吧 我跟議長請教嘛 議事規則嘛 我以前在審查會 是在第三審查會嘛 啊我沒有保留花園權嘛 那以後在三省的意見 我可不可以 花園 可以 你所花園 可以嗎 不可以嘛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做相反的意見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我只是做議會行為也不行嗎 因為我們要保留花園權 可以嗎 可以啦 我不知道啦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喔 先講清楚喔 會議行為可以啦 可是 如果你這樣講 我也覺得不公平 為什麼 有的齁 不然你聽我說什麼 你是要聽我 你不是議長啊 不然你等議長你才說 我是你問議長啊 我就沒你問兩句啊對不對 沒有 你知道如果這樣子 上一次保留花園權的落選 他還請他來做花園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奇怪 所以我們議會一定要制定這個東西說 到底在哪一個相關的 你要花園 可以不可以 我們針對還在的啦 還在的啦 還在的啦 不在的 不在的你怎麼辦呢 他上一代他有保留花園權啊 但是因為做議員 你怎麼可以說 他怎麼可以說的 村都不能說的 對不對 所以我請問你 我以前在三省我沒有保留花園權 到底等一下省到三省的時候 可不可以講 因為我現在在二省 不可以啦 不可以齁 先講清楚喔 應該是說不可以喔 不可以跟省 不可以齁 可以齁 我問議長 你去議長啊 議長可不可以 不可以齁 可以齁 這是尺寸齁 不是我 不是我 現在我 就要停止花園嘛 不是相關人員 就不要花園嘛 遵守議事規則嘛 那可以 那可以 我對三省的看來 有什麼 我以前說的都不遵算了喔 因為我現在在二省喔 以前是清條 以前是民調 我現在是清條的人喔 對不對 他現在 他現在 他現在想要發 一次解決啦 因為齁 我看到很多心境同仁齁 寫了這麼多的 刪除動議 那麼我們前面已經 二讀過 OK的這麼多了 啊請問齁 他們拿出來 准省還是不准省 我們要開車 再開車回來 等他們來審 還是怎樣 因為我簽很多啊 審過就算了 哪有在那邊 可是他們 他們才進來啊 他們寫一堆啊 那無關啦 那審到就審到 你都寫了嗎 寫了 你如果先跟他們說 不然你一直簽那個人簽 都不知道要簽什麼意思 你本來二讀過啊 二讀過了 可是他們信任議員現在上來 他們可不可以刪除動議 可不可以簽恢復動議 請議事主做一下報告 應該可以啊 請議事主做議事規則 欸 我剛新來 我還不可以刪除動議 還是會有動議 你跟我講一下 郭文貴先生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哈哈哈哈 那 議事主 議長說 來 來啦 沒有啦 你 等一下 等一下 呃 向大會報告 這 因為有關於預算的部分 他沒有藉起不連續的問題 所以連任的議員 原則上 就是他還是要受其拘束 然後依照我們的那個 依次規則第六十五條的規定 就是審查委員會 除了預先在委員會聲明保留發言權者外 不得為與審查意見相反之發言 就是不可以跟審查意見有相反的意見表達 除非有保留發言權 來 我不能用相反意見發言對不對 所以 我沒有保留發言權 我不能發言是因為 我已經按照這個質疑上面 我已經表示認同了 我沒有保留發言嘛對不對 你現在要修改我通過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表示意見 可以啊 對嗎 怎麼會不行 只要 沒有 剛才 原因是因為副議長要 副議長要修正我們 我知道啦 啊對 你要說你 你可以啊 不然有人跟你說不行 我當時跟你說不行 謝謝議長 離心就好了 因為剛才這樣的講法是 我們沒有保留發言權 就不能再發言 沒有啦 現在是跟你揮護 我自己在三省 不要你講他不是你講你啊 等一下 我們不要給議員 給議員 給議員 好 好 我建議啦 是不是針對剛剛 趙遠所報告的我們在地的議員 所關心的那幾個項目 請他們在發包前來做來向審查會做專案報告才能才辦理發包 而不是我們審查會可以月處代表去替行政機關審查 重點在於這個案子再怎麼講都是行政權 你議會要去監督只能透過事前的質詢事後的調查預算決算等等手段監督你不能去代替行政機關審查 如果可以代替行政機關審查的話 那我看乾脆做一個決議 每一個局處要發包所有的案子通通要來送本會審查 這樣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 我建議做這樣方向的修正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於權力分立的今審查 沒有不能過的問題嘛 所以如果文字修正成今第五審查會專案報告後 第五審查報告後 在行辦理發包 現在的第五審查會 還是現在的 沒有過去也要怎麼做出來 你是要親愛端的 報告要大會 五審 我現在不是五審 我沒有辦法到五審審查會去聽你們的說明會 對啊 你要專案報告你就來 沒有啦 那個 可以列席 你也可以去列席啊 議長 喂 送大會 大會你來不來不管 你來不來不管 你大會每個人都有權利 那是對的 因為你叫專案報告 你要玩大的就玩大一點啊 本來給五審去看那些東西 人家的當事人都在五審 他們想關心這件事情 我如果當作護航來講 我假如我要護航這件事情 我有我的權利跟義務啊 但我要修理他也有我的權利跟義務啊 可是我是局外人 但是當時我們在審查的意見 附帶意見就是說 他要把八包的東西多少錢 他的範圍在哪裡 使用規範是什麼 跟五審做說明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 這很合理啊 合理的屁啊 你聞到了喔 你就是審查通過 你要審查咧 是審查通過咧 你的屬子也有限審查咧 你可以去職任地方審查 可以的話 我會很慘 誠志 你以前是你那時候 我幫你一塊錢 我一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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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齁 我會覺得 因為他是審查的話 本來議員就沒有審查 行政機關的這種前線啦 所以 會議長講的沒有錯啊 所以是報告 是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權利 跟審查這個案子啊 那我們沒有權利審查的話 你今天審查的話 你以後再發包不行啊 應該是報告完以後就發包 因為預算是這個樣子啊 對啊 沒有錯啊 那個只是 我田明議只是 我們 那個 內容不一樣而已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 什麼 人家 他們的 集會行政前 我們不能干擾啊 那你是像大會報告嘛 或是你開一個專案報告會議 不來的不來嘛 我現在不是五審 我沒辦法去五審聽啊 對不對 你就開一個專案報告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要來的來不來的不來啊 現在我們是審預算 那是預算的附帶決議 你要把附帶決議 你不去修正到 你如果是這樣 你是不是來報告後 再送大會 像剛才市容兄這樣講 那不是沒過 我是要讓你過 我不是不讓你過耶 我們沒有保留意見 今天就是要讓他過 只是他 租金 範圍 使用目的講清楚 這樣有困難 這個 這個報告真的這麼高 來啦 周議員 這個 如果要針對巴黎這一條 當然在審查通過或發包是不宜啦 因為不能審查啦 我們真的是 如果要審查的話 那我把所有的國民運動中心的 所有的委外的全部拿來 這個審查會 審查後你才去發包 所以說 這個牽扯到很大 如果說你對這個按鈕問題的話 應該是 來這個報告以後 你再去發包 什麼清醒你再去發包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審查的話 那因為我剛剛對國民運動中心有意見嘛 因為他營運上方面 各個營運處的承包廠商都不同嘛 所以規範的都不同嘛 所以我要你每個都來報告完 你再去發包啊 這樣的話 牽扯到很大 所以我認為 還是用說 對於巴黎峰環碼頭的委託議案 來跟大會報告一下 然後再去再請發包 我就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好 好 好不好 林津吉 議長 議長 那個召諭 針對 這一個案有附帶決議 那麼本席來動議說 這一個巴黎峰環碼頭 委託營運管理案 像 像 把金改成像 向第五審查會說明後再行辦理發包 說明 向第五審查會說明 向第五審查會說明後進行發包 因為議會的監督職權沒有辦法凝架行政權 陳副議長講的是很正確 所以說如果我們一旦此例開運之後 如果行政單位不從那怎麼辦你 如果行政單位不從那怎麼辦你 所以說我們講就是說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法定職權 能夠請他們如果這樣子的話 以後新北市政府各局處如果有發包 像我們現在在第四層的捷運局發包的東西 要送到我們第四審查會審查完畢之後 各方能發包 沒完沒了 以後我們變成我們是這個行政這個 西北市政府的太上皇這樣就不對了 好不好 本期正式動議把它這個審查 改成說明後再行發包 報告 報告也可以啊 說明 等一下 菁姐 民進黨說希望要審查 不要審查我複議 第二個報告 請做專案報告 不要說無審 我們想去聽 我跟你講你不要審查我更開心 不是我們複議這件事情 是民進黨複議 蝦民黨這樣講我也接受 菁姐講我百分之百複議 但是報告請不要跟我審報告 請跟大會報告 那我們可以去聽 找一個時間 議員要聽的都來聽 不聽的就不要來聽 就是這樣子 不要審查我 我絕對認同 這個東西是凌駕行政權 我絕對認同 但是你們民進黨做的決議 沒關係 可以可以可以 就 改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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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大會 好啦 啊 時間給我散播那個君啦